真的 今年耶誕城最大噱头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最前面那个 全台最高35.5公尺的耶誕树 还有可爱的飞天小熊 陪大家一起来感受耶誕节换乐气氛 不过到底这飞天小熊是怎么样完成的呢 原来它是靠两条钢锁 先从高处滑行 然后再拉高到耶誕树上 带你一探究竟 小熊带着两颗气球 准备飞上天去找耶誕老公公 卡外的小熊从小木屋飞了出来 因为他要去寻找耶誕老公公 跟他交接人物 接到任务后 耶誕老公公不断爬高高 还转身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也都看得目不转睛 只是你一定好好奇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其实他们能够这样天天合作无间 背后的工作人员功不可没 这个是一 这个是第五个 眼睛紧盯着小熊和耶誕老公公 一刻都不敢松懈 而工作人员就是躲在这 秘密基地里头负责监控 秘密机关也就在后头 电线器材全一字排开 只要一个出了差错 小熊背不了 耶誕老人也不会爬了 而真正的飞天关键秘密 就是全靠小熊这个启动马达 就像特技人员一样 马达经过电脑计算后 一秒钟全都不会有误差 他的走线动线是经过时间 我们有预设好他第几秒走到哪个定位 第几秒走到哪个定位 对然后音乐到哪里的时候 他会往上走 靠着机灭城市和两条细细钢索 紧紧连接着小熊和耶誕老公公的关系 迎接耶誕大火感受 欢乐气氛 背后可是有工作人员 在事前不断辛苦的彩排和测试后 才换来的代价 东森新闻张一辰如品 在新闻时报道 io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